最后两人的这一串笑啊,笑得好意味深长啊,我觉得就冲这一串笑声,演技已经完胜那些电影学院毕业的俊男美女了。 这段视频应该去申请最佳纪录片短片奖,还可以颁个特别奖项叫最佳笑声奖。 一串笑声中啊,中国人的甜酸苦辣咸都有了。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啊,他们说的一个细节,吉利汽车董事长提到一个国营厂在他们那里贴牌生产名叫六月雪的电冰箱,为什么六四事件发生后就停产了呢? 因为冰箱的这个名字叫六月雪,正好能联系到豆娥渊的冤屈,是六月份有冤情啊,所以才被中共停产。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冤枉的冰箱了。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决定的农箱。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决定的农箱。 就算是全世界最决定的农箱,可是在农箱之外,我们去做农箱。 现在我们去做农箱,再结束农箱。 我们去做农箱。 感谢观看